这个礼拜可以说是台湾的棒球周 不但职棒正在进行总冠军争夺赛 有台湾甲子园之称的台湾高中棒球联赛黑豹旗 也进入了全国决选阶段 台湾人热爱棒球 事实上台湾一共有1051所学校有棒球队 是体育署重点发展的项目 不少家长也都希望能够早点将孩子送进球队 早日发挥实力 不过在台东的太原国中 却有老师有不一样的想法 他认为磨练球技虽然重要 但是在国中阶段 如何借由打棒球塑造孩子的品格跟负责任的态度 更加的关键 因此他跟教练合作 一起订定课堂跟球场的规范 而就在他们的陪伴之下 几年下来原本容易冲动 爱打架闹事的孩子们变得成熟 稳重了 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一块来看看 接上去 快快快快 放出前手啦 这样就不行 这样是瘦的 要动过前不过来 停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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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地面 拖动 拖着轮胎 台东太原国中的棒球队员们 正在进行体能训练 动作快 100公尺长的斜坡 冲刺一趟约花25秒 但斜坡重力加速度 让腰间的轮胎重量瞬间加倍 教练要求12趟 不少球员却从第5趟开始 体力逐渐走下坡 还有人不知倒地 现在跑地坡 现在跑地坡 还是跑地坡 通常 跑地坡会累 第6的时候就开始很累 那后面要怎么办 撑下去 你的力量那么臭啊 平常在干嘛 下盘跑的话对它有帮助 它整个速度也会改变啊 打击的重心也比较稳 你说拉个12趟15趟 真的是很累啊 这是看自己的毅力啊 192公分 体型壮硕的王国庆 训练相当严格 他是知名职棒选手 张志豪的恩师 60岁的他在太原国中服务 已经20年 只要有他在 学生再怎么活蹦乱跳 都得乖乖上井发跳 棒球不是用拆的 用眼睛盯着 到最后我这个胃炎还是要维持啦 我不这样凶的话可能就 今天的小孩子比较不好管 去 祝福 太原国中棒球队的孩子 大多来自单亲隔代教养 寄养或外陪家庭 特殊的家庭环境 让王国庆下定决心 自己不只要当球员们的教练 还要当他们的亲人 怎么讲啊 我母亲不在啦 都是阿公在带啦 亲自去他们家才知道 他们整个是 没有人在管理的一个家庭 家长就交给我了 我就好好把他们带好 就这样而已 下午五点 学校陆续放学 超练了一个下午的球员们 也进行最后冲刺 准备结束这天的练习 不过不同于其他学生 背着书包离开学校 球员们收好球具后 转而往校园深处走去 他们要回到的是这栋 位在学校里的家 桌布 桌布 擦了没 桌子擦了没 放球队的孩子们 目前都住在学校宿舍 七八九三个年级 一共五十八人 俨然是个大家庭 王国庆下球场后 也一刻不得闲 他从教练化身阿公 忙着张罗着一家五十八口 吃晚餐 发育中的孩子食量惊人 每人手中一大碗饭 光是一餐就能吃掉 三点八公斤的米 王国庆通常坐在户外 让孩子们先吃 担心他们吃不够 有时还会亲自下厨 帮他们夹菜 这个瘦的 要冬瓜全部过来 因为这肉摆冰箱摆在一起也挂 他们就那么瘦 大部分都是给瘦小的 对于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 王国庆心中总是多了一份心疼 自然他不轻易将爱挂在嘴上 但为孩子着想的心 却处处体现在生活中的小细节 谢谢教练那个 每次在我们 都是帮我们煮一些卤肉 还要帮我们买那个洗脑那些的 都让我们吃得很饱 因为我比较瘦小 今天都要煮卤肉跟卤肉 然后希望我可以长大一点 我觉得很好吃 晚餐结束 有的学生留在餐厅打扫 有的人则把握时间到浴室 将求衣求库洗干净 在这里孩子们生活大小事 都得自己学习打理 学会对生活负责 还能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自己要洗衣服 在家有洗衣机 我们就不一定要用手去洗 你还不能依赖给什么人 你要做啊 你是不干净 晚上就拿这丢啊 对啊 要独立才会成长 陈廷帮我教他们 要拿来给我 正当大家忙进忙出 有个人则默默坐在宿舍一角 看起联络簿 他是吕明皇 太原国中盛卫科老师 十二年前分发来到台东后 就跟王国庆一样 和学生们住在宿舍 朝夕相处 如果说王国庆是严父 吕明皇便是孩子眼中 最具亲和力的词赋 那为什么没有写 没有 我明天才要写 那我从明天才要写 所以今天不用写啊 为什么 有 为什么不用写 今天没有行得 我说你没有行得 有 他明天才有感觉 轻松开学生玩笑 吕明皇每晚都会像这样 观看学生联络簿 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 特别的是联络簿 他签的不是导师篮位 而是家长那一篮 就是我也想要看一下看一下 看他们有时候 每天的心情是什么这样 你伸出来了喔 我们来看一下 你念给我听 快点 今天我在蹲补手的时候 发现很多头手都不准 我觉得陪伴是很重要的 刚开始可能七年级 他比较不太会跟你黏 可是慢慢慢慢 因为你长期像这样 每天每天这样陪着他们 有时候他自然而然会告诉你说 他从小到大遇到了什么问题 陪伴在孩子们身上产生改变 不少球员以前都是家长 老师眼中的问题孩童 四处打架姿势 但进入棒球队后 收敛了不少 打棒球是一个 其实只是一个 带着他们去成长的一个关键而已 然后从棒球可能 或许他有一点点 包括一场胜头 然后可能一直安打 无形中会让他自己觉得说 我并不是大家想象中 我就是不好的 相对他有好的一个表现的时候 我们就去鼓励孩子 让这一个好的表现可以持续下去 然后他就会去慢慢的转变自己 不希望学体育的孩子 被粗略的误解为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吕明皇跟王国庆 得智体群 私欲并重 一个在教室上课 一个坐镇球场 同心协力塑造孩子的品格 他只要不教作业 只要他课堂中的态度是差的 我们就不让他去 就是基本上会没收他训练球 棒球的时间 我总相信他在球场上 可以表现一百分的态度 在课堂中也是可以的 为了建立孩子们的态度 吕明皇和王国庆一直在思考 如何能做得更多 为了尽量减少孩子放下回家 可能受到的诱惑 两人于事规定 球员们两个礼拜才能回一次家 至于没放假的那个周末 吕明皇则会邀请台东大学的学生 进行课后辅导 除了学校课程之外 我会希望他们设计的课程 就会是另外的 跟学校课程会有脱离比 另外的部分就是 运动防护是我们这几年 一直很希望可以做的 是让孩子可以学到 真正的一个观念 然后在平常的时候 如何去保护自己 只要孩子们周末没回家 吕明皇和王国庆 也必定待在学校陪着孩子 十二年来甘愿牺牲休假 终于在孩子身上看到改变 以前的我就做 有时候做事情会很浮躁 就随不乱坐 然后个性很暴躁 现在第三年 然后我发现我 有时候做事情会蛮认真的 不会跟其他人很容易起冲突 以前会害羞 现在比较有自信 那你觉得这个是棒球 应该也是啦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 自信心很重要 没有自信可能会一直表现不好 有自信可以提升 就感觉自己很厉害一样 他可能断掉 断掉原则上我们就像会这样子 把它年一年就还可以暂时再使用 但是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在球场上 他可能在平常的打几练习会使用 对 然而尽管目前球队运作顺利 却因为位处偏乡 资源难免不足 尽管球队每年都有来自政府的运动发展基金补助 但毕竟基金支援的是国家全体运动发展 总体金额有限的情况下 很难做到所有学校都充分受惠 一般基本上如果要买到上万块原则上 是有限的 譬如说我今天来讲 我们预算才44多亿 那希望说鼓励民众能够买彩券 然后这些彩券的一些盈余 我们就悉数全部用到体育运动发展上 譬如说我买100块 那其中有78块是奖金 得奖来拿去 然后10% 10块钱 就是全部习数放在体育运动发展用 另外10%是一些管校会用 对 就是要这样子看 尽管资源有限 吕明皇和王国庆却还是为孩子尽心尽力 日夜守护在他们身边 采访期间正巧遇上国庆日 也是王国庆生日 孩子们便悄悄策划 要给教练惊喜 还有一个 好来我们一起走过去了 留言板上贴满孩子们 事先写好的小卡片 这是他们利用唯一不会遇到教练的时间 也就是上课时偷偷写好的 满满心意王国庆是否能感受到呢 你干什么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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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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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天这两位球场上的父亲 也将持续陪伴在孩子身边 协助他们将人生的每一棒 灰的响亮